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讲法身前三支当中我们前面的第一个 边支已经讲完了道支也已经讲完了 现在第三个讲极支当中 极支当中我们前面讲了愿极支和净极支 在菩萨当中极支本来表示极支的有九种法 其中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愿极支和净极支 昨前天也讲了身为和愿觉相续当中的极支叫愿极支 它跟佛果有一定的遥远 然后菩萨相续当中具有三架方便的极支 对佛果很接近的 所以叫做净极支上一节课讲了这个 那么今天讲到所断极支和所知极支 也就是所断的极支和还有对极的极支 讲这两个主要是本体断极的差别 分为人情所断的违品也就是叫所断极支 宣说逼极对极这个叫做对极支 我们九法当中的也是两个法 七十一当中的两个法 如此讲断极圆满之色意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所断极支分为本体和分类 那么它的本体是什么呢 所断极支 因为我们在三极当中有一个极支 这个极支有一个是所断的极支 有一个是所知 也不是所知 叫能知的极支 能知的极支实际上是在菩萨相续当中的 所断的极支在身闻缘觉相续当中 我们原来也讲过 极支以间接来说明 身闻缘觉相续当中的一些极支是要断除的 不是菩萨值得受取的 这个意思 所断极支的本体是什么呢 它是耽著极的违品 耽著一切万法的违品 也就是说它的违品实际上是一种执着 诸法本体的一种执着 诸法本体本来是空性的 空性证悟 这是无恶的智慧 但是菩萨声闻缘觉相续当中 这种无恶的智慧还有一种无恶智慧的执着 这种应该是断除的 它这里所断极支的本体实际上是对极的执着的一种违品 下面它的分类方面讲有发无恶者和人恶者两个方面 执着极是耳地所舍的 这是一种法无恶智 执着极是行道者的菩提迦乐 这是叫做人无恶智 在这里分类的时候分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第一个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舍云等空性三世所习法 这个是讲到法智 刚才也讲了我们所断极支是什么呢 所断极支就是需要断除的现观 需要断除的现观当中有两种 一个是法的执着 一个是人的执着 我们经常讲人无恶和法无恶 然后人无恶之和法无恶之有两种 这里面的人执着 人无恶之和法无恶之 这两者都是这里所断极支的范畴 就是所断极支的范畴 那这样一来首先讲什么是法无恶之呢 我们眼前看见的舍云 舍云也好 香云也好 行云也好 石云也就是说无恶 无恶所舍的一切万法 在生意当中都是空性的 如果我们执着 凡是无恶所舍的一切万法 名言当中如幻如梦地存在 但是生意当中 他们都是空性的 那么这样空性的执着 实际上这是一种法无恶之 不管是声闻相续当中也好 怨觉相续当中也好 还是其他的菩提加勒相续当中 那么这是一种法的执着 这是对生意空性的一个执着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世间当中未来 过去 现在 善事所舍的一切法 对他的执着 这是世俗的一种法治 世俗的法治 比如说我们想到 这是过去的某某人来过这里 他的传记 他的生平是如何如何的 我们说 美国总统林肯 美国总统 我看到一个历史上说 美国实际上他们在总统当中暗杀最多的 历史上有八位总统受暗杀的 其中可能四个已经真的身亡了 像宁克 多罗门 尼根等等 想不起来 那么还有一个 我很熟悉的 我很喜欢的一个 他们都已经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在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呢 虽然历史上是受到过折磨 但是他们是为了民族的自由和维护 所以前一段时间也是美国一直发生 不断地发生枪案很多很多的发生 但是他们的枪一直都不收回来 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总统的名经常都是保不住的 但是政策不是为了维护总统 为了维护民众 所以前几年 奥巴马很想把枪全部收回来 结果大家都思维有心 没有成功 像这样 对过去有一种历史也好 对人也好 对事物有一种执着 有些对现在世俗法的一种执着 还有些未来的 比如说明年过去 再过几天十月份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哪里 我要做什么什么 这是对未来一种法的执着 这些执着全部都是属于世俗的执着 也就是说三世所习的法 实际上在三世当中所执着的这些法 全部都是作为世俗的执着 世俗的执着 实际上在我们讲所断机制的时候 不管是你过去生意的执着也好 世俗的执着也好 这些执着全部都是作为菩萨 要在修道过程当中断除的 所以叫做所断的机制 这个是从法我执上面讲的 第二个是人我执上面 执着即使行道者的菩提加罗 菩提加罗就是人的意思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是什么说的呢 是十当菩提分形象所致品 也就是说布施 持戒 安忍等 总共有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跟大乘不共同的修行 大乘不共同的修行 还有我们讲四种正念等等 总共有五根 五理 总共有三十七道品 就是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实际上跟菩萨成和小乘共同的功德 行持六度不共的六度也好 行持共同的小乘跟共同的三十七道菩提品 就是三十七道菩提分 那么这样的行者认为我是做布施的人 我是持戒的人 我是行持般若法门的人等等 这样的执著 或者有这样的想 实际上这就是违品 也就是说所断机制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作为人我 人我主要是安立在一个 菩提加勒的身上安立的 菩提加勒身上安立的话 当然如果我是造业者 我是喝水者 这样的话 他肯定是所断 这个是无有之一的 但是如果我要行持 我布施 我持戒 我修持智慧波罗蜜多等等 六波罗蜜多也好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不管是哪一个修行 我是他的行者这样认为 这样执著 这样去做相 实际上这就是《相关专论》里面 所讲到那样的 所断机制 所以在相关专论抉择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包括自己认为自己是 六波罗蜜多的行持者 这也是在究竟的观点上来看 他还是需要断除的 因此大家都发现 作为一个声闻远觉 在他们的相续当中也经常有 我是证悟仁悟者 我是什么什么这样的行者 也是以普通的方式来存在 然后作为一些菩萨 在菩萨的相续当中 这些执著以缩短的方式来存在的 不管怎么样 在七地之前 他的相续当中有明显的忍悟者 因为有明显忍悟者的原因 刚才这些难以断除的 到了八地以上的时候 没有明显忍悟者 我一直想到十月初 所以说现在讲着讲着 十地菩萨的时候 我就说是十月初 十地某位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包括一些执著 还有他的习气都断掉 所以这个时候把这样的忍悟者的习气 就会断除的 因此不管是法悟者也好 忍悟者也好 刚才法悟者里面 他就分为 生意的法悟者和世俗的法悟者 忍悟者当中有共同忍悟者和 不共忍悟者 那么这四种悟者也好 两种悟者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 所讲到的菩萨的违品 也就是说 这个叫做缩短机制 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懂了没有 今天有那个黑衣服的 懂了没有 他还是比较老实 并没有点通 意思是不太懂 对吧 人死了以后右边有白色的桶子 左边有黑色的桶子 我这边经常有黑衣服的人 宣说 下面讲对者 刚才大家明白了吧 所断机制 下面是能断机制 也叫做智慧机制 它的本体和分类是这样的 本体实际上是无我的相关 也就是说 它的本体是对质的本体 刚才那个是缩短的本体 这个是对质的 能对质 它是一个智慧的本体 刚才那个是 相当于是一种障碍 或者微信方面的一种本体 它的分类是对质人无我的机制 还有即法无我圆满的机制 意思就是说 人无我机制和法无我机制 它在机制上也分两个 刚才那个科判上面 人无我制是后面 法无我制是前面 然后在这里讲对质的时候 法无我制放在后面 人无我制放在前面 稍微可能在你们对照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有点不同 那么首先讲的是人无我制 那么人无我制 他这里讲到了 就是说 时等无我制 于此令他行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主要是跟声闻缘觉 声闻缘觉成了 共同的一个机制 因为大乘也认为是人我制 就是有这样的无我 断除烦恼以后 无我的一种智慧叫做人我制制 小乘也是这样认为的 那这样一来就是说 我们如果证悟了布施 持戒等 刚才前面讲的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都没有任何相守者和能造作者 也就是说 通达了三轮体空 我布施者 所布施的众生 布施的方法 或者布施的事物 这些都是在声音当中一点都是不愿 全是空性的 自己完全是懂得这样的无恶的道理 布施也好 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也好 三世祈祷品也好 行者完全是空性的 不断行者空性的 所行的法也是空性的 能行的法也是空性的 行的方式也是空性的 这样的时候自己完全处于一种 波罗蜜多的境界 不但是自己处于波罗蜜多的境界 于此令他行 而且让别人也是按照 自己安住的境界那样 先懂得布施等一切万法 无有自信的空性 然后让别人也是继续 按照这样的见解和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修行进行到底 自己也是这样行 让别人也行 那么这个叫做人无恶的机制 这个大家应该会明白吧 作为菩萨 作为菩萨不管是他当下证悟也好 或者通过很长时间的证悟空性 最后他自己懂得 虽然名言当中有布施等 很多的心是善法的 但是确实在生意当中 万法的实相来讲 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在劝别人的过程当中 也会按自己行持的境界 传达给别人 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是经常存在的 比如说 我完全对空性有所证悟的话 那么我所接触的人 全部都会让他们 要这样去行持 我如果对大圆满的密法 很有见解的话 那可能我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境界 也会分享给大家 我们世间人也是这样吧 比如说父母学义的话 经常让孩子变成医生等等 如果父母是知识分子的话 把这个知识传给自己的孩子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其实很多法师也好 很多大乘佛子看看自己能不能行持 关键是你相续当中 有没有这个境界和功德 如果你相续当中 确实是你自己已经感受到这样的时候 那你不是知识的人 一定会把这种境界分享给别人 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喜欢把自己懂得佛教的道理呢 经常路边的人 熟悉的人 不熟悉的人 经常去转法轮 什么叫转法轮 我相续当中的法轮呢 一直转到他相续当中 这叫做转法轮 很多人在自己佛法当中感受很深的 对自己的人生有非常大的转变 利益 那么给别人也讲 同样的道理 这里自己住于无我的境界 这样的无我的境界 让别人也是行持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人无我的境界 这个应该明白了吧 我今天一层一层地讲了 刚才前面的所段境界应该明白了 我看我们讲考的人 大多数人来讲还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人来讲好像还是 说不懂好像也懂了一样的 然后说懂了也没有懂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有些人讲考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 这是极致 极致里面上面讲的是第三者 三者那种需要证悟及我 这样说的话 我有时候好像从这边耳朵听 不行 好像是不是我这边有问题 然后用这边听 这样还是听不清楚 不明白 说懂了 好像没有懂一样 说没有懂呢 好像懂了一点 这个到底是什么 懂还是没有懂 哦 懂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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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就是这样吧 先空 先机是空 舍机是空 空机是舍 动机是不动 不动机是动 他可能是这种 所以我也搞不明白 希望还是每一个课程 课本的内容 结合颂词来明白 其中的道理很重要 这是我刚才讲的 人无我 人无我机制 下面讲的法无我机制 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需要证悟即利变的原因 还有第二个 证悟即等性之智慧 第三个是 生生智慧薄弱的殊胜性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只讲 慈悟贪族遍 知佛等微习 刚才人无我 跟小乘共同的一个见解 这个是大乘不共的一个机制 也是一个见解 这个是什么呢 慈悟贪族遍 要讲到法无知的时候 不管是对波罗 波罗 弥多也好 还有其他的三十七道品也好 任何的法 要断除所有的 到最究竟的时候 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执著全部要灭掉 不但是对不清净的 轮回的执著要灭掉 而且甚至对清净的这些执著 我求佛果 菩提心 出离心 一直对佛的信心 这些执著也会灭掉的 如果有些人认为 哎呀 可能不好的念头 不好的执著灭的话 这是我能接受 但怎么会对三宝的执著 对正见的这些理念 这些都灭的话 会不会侮辱企图啊 这是不会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灭的话 实际上是在名言和暂时来讲 比如说我们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圣众 这里灯子里面包括一些三宝 以及其他殊胜的对境等等 暂时来讲 我们供养佛 顶礼佛 念佛等等 这样能灭除我们相续当中的 业障和烦恼障的粗大的部分 因为依靠它会灭掉的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执著佛和供养佛 实际上也是一种执著 也是一个很细微的所持杖 到最后的时候 这种所持杖也要断除 否则我们执著佛 也是一个微习的执著 其实它是一种微习的贪著 微习的一种贪著 因此到最后的时候 应该说是一切的执著都要断除 《般若经》当中也是讲过 想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的人 对如来正等觉的粗细意想 粗细意念也要细节断除 因为它是执著的缘故 这是《般若经》里面讲的 所以我们现在对执著佛 对执著上师 对执著法宝 这些都是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就像智慧品当中也是有 对果的欲求 对果的 获得佛果的欲望 到最后把它也是当作一种障碍 障碍 所以我们可能有些人想 哎 这个不敢说吧 这么求佛 获得佛果 度众生 这些是很好的执著吗 这些难道没有吗 是在世俗当中它是很好的 依靠它能断除一些畜大的业障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你所有的执著要明灭的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清净的 虽然它是一个好的念头 就像我们过了海之后 原来的船只对你来讲也不用的 但是你暂时需不需要呢 暂时需要 我们过海的时候没有船只 没办法 需要的 到了那里的时候 原来的船只在陆地上是根本不需要的 所以在这里也讲了 为什么要断除呢 要断除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断除 因为如果它没有断除的话 那佛经里面说了 它是一个细微的担著 对国或者对佛的担著也是细微的一种担著 这种细微的担著实际上也障碍我们真正的佛果 所以说最后现在有些人不学《般若经》 没有七通地学《般若经》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疑惑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学习之后 可能有些人不一定 每天都有一个新的知识 但是慢慢自己的疑惑 就会遣除的 以前可能有些人认为是 佛教里面一会儿讲空 一会儿讲不空 那不空的话 佛教人为什么今天磕头 烧香 拜佛 你不是说一切都空吗 那一切都空的话 你为什么要拜佛啊 这个是很简单的 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学习 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说 一切物质本来是未成组成的 但是你没有剖析之前在科学家也是承认 他面前还是有这种粗大的法 这个是完全承认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懂得 最细微的担注到最后的时候也要破除 这就是讲到法无我当中的第一个 要证悟甚深的法的原因 如果你没有证悟 一切都是空性的话 哪怕是对佛的 自马虚的执著 他也是不能成为真正的 辨知佛果的因 所以这是原因跟我们讲了 那么对佛的执著 如果要断除的话 那其他都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下面就比较明白 第二个讲到证悟 极等性的智慧 下面讲到我们必须要证悟 一切万法究竟的道 或者是究竟的诗相 因为究竟的诗相是最甚深的 一般的凡夫人和一般的世俗人 很难以通达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自信远离一切 长 短 赖 趣 油 物 施 非 以及白 红 还有生 蜜等等 所有的这些对立法和二愿法 全部都远离 远离一切自信 远离一切习论 他的自信都是这样的缘故 一旦我们通过 依靠善知识的真正的开导 完全通达一切万法的本体是这样的 远离四边八息的 一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法界 如果通达了这样 那不管是清净的法 还是不清净的法 所有的这些耽著会能断除 《金刚经》里面 《金刚经》的叫做能断 其实能断 按理来讲不是很适合《金刚经》的意义 但是为了吸引别人就特意地给他取出一个能断 能断什么 能断痛苦 能断执着 所以现在有些说是能断有没有 什么是能断 有些可能不懂 但是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所有的 一切万法的本体 完全明白是他 原来都是四边八息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心也可以观察 外面的法也可以观察 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现象有没有呢 佛教也承认现象是有的 但是这个现象 我们如果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不要说它的本体存在的 连它的一个微称学的道理 这是我们学过《中观根本会论》 《四百论》 《入中论》的人 都有不同的一些理论来剖析 其实佛教当中 比还更多的一些逻辑学 我们《中观神论》 《中观六论》里面更多的 然后《般若经》里面更多的 如果用这些来观察的时候 当然是一个小狮子不需要一个大的福祖来看它 就是不需要的 所以像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些万法 通过《中观的一个尖锐的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知道 原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 本来没有的东西执著为是有的 本来不是的东西执著为是是的 不管是你对自己的审美观也好或者你认为特别耽著的一些东西 学了中观之后很多人的执著确实是破相 包括现在的一些明星也好 名人也好 有些学者别人对他采访的时候就完全明白 这个人还是学过一些在回答的过程当中看到 这个人至少也是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会明白的 所以自己在人生当中也是 当你面对生活的时候也会感觉得到 这个人至少也是学过一点 至少也是修行过一点 因为修行过的人 学过的人对万法的真相明白的 我们佛教并不是说 佛教承认另一个东西 我们佛教对万法思想的一种认识 这种认识不一定是非佛教都不能认识 所以从我们究竟的教义来讲 其实我也现在在学校里面给他们这么讲 如果你说信仰的话 很多学校里面不仅仅是中国 包括美国 德国和法国也是这样的 他们对信仰 其实信仰是一个很小的一种范围 因为信仰不同的信仰 像世界上有两千多个不同的信仰宗教 这样的话 信仰这个 信仰那个 所以很多人之间 自己还是冲突比较大 所以我们现在说 你这个信仰不是为主的 就是真相为主 一切万法的本体是空性 是不是空性 那如果是空性的话 你基督教也必须承认 你信仰难教也必须承认 佛教也必须承认 不然的话 它的本体是空性 你不承认 你就违背了规律 违背了自然原则 如果不是空性的话 即使我们佛教的观点 我们也最好不要承认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什么呢 比如说人在学校里面要得语 这种得语我们不能弘扬 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种得语要弘扬 这样的话非佛教徒不一定去信仰 因此在学校里面 我们在任何一个当中 对人类向上的这些证理 无论是谁都应该承认好 对事物的这种 比如我昨前天说 我们人类跟动物在生命的平衡线上面 应该是平等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人类没有任何权利 践踏别人的生命 如果我们践踏别人的生命 不是上帝来惩罚你 不是佛陀来惩罚你 但是你违背了自然法则 违背了自然法则的话 我会受到自然法则的 因为我的做法跟自然规律是相反 历史性的一种行为 历史性的行为迟早都会对你不利的 比如说你的身体 四大组成的话 应该是四大损失的这种行为 对你的四大身体是有利的 如果你对你的四大运行 相反的一种药 相反的一种毒吃了的话 过一段时间 你这两天还算是可以的 但过两天 因为你的四大不喝的一种药就吃了 吃了以后 你自己会生病的 这个时候你不能怪别人的 你自己吃错了 所以我们现在佛教的因果规律应该这样来理解 很多人说 你们佛教承认不是因果 善有三宝 恶有恶宝啊 你们佛教承认不是说空性吗 你们佛教说不是放下吗 好像我们佛教是谁也不会说的东西呢 我们说 他承认的话 他还给面子 我要承认你们的空性哦 你要给我奖励 我要承认你们 本法是空性的话 你不承认 你违背法则 我们佛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还是看看 为什么说甚深法呢 很多人都不懂 下面讲什么 讲甚深薄弱智慧 薄弱的殊胜心 有钱处见等 故所难通他 舍等不可知 故为不思义 这个讲到了 甚深的薄弱有一个殊胜心 但是确实这个薄弱也很难懂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薄弱不是轻而易举 谁都会懂法的 如果谁都会懂的话 那么都是薄弱空性的根机 佛陀也是不会针对一尊法论的众生 讲四地法门 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有钱处见等 故所难通达 我们经常在《般若经》里面讲 佛陀的《般若经》 非常难以通达的 为什么难以通达的话呢 我们凡夫人如颜见不到的 般若的甚深空性 如颜也是见不到的 我们耳朵也是听不到的 那么我们其他的五根也直接从感官当中接受 就感觉不到 所以凡夫人 因为自己的眼耳鼻舌身作为正量 以这个正量 以这个正量来衡量 那这样的话 不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境界 正因为这样的话 它很难通达 如果我二根的境界 眼根的境界 鼻根的境界 四根的境界 那只要眼耳鼻舌有的话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不是 不是眼睛看到的 不是耳朵听到的 我们经常讲到一些密法当中 薄若甚深的空性 给你介绍的时候 只不过是标示一下 像密法里面的水井 给你灌顶的时候指示一下 通过这种标示方法 让你认识 并不是说真正依靠这个来 完全通达了 这个是很有甚深的道理 禅宗也是如此的 禅宗的很多标示方法 只不过是有些舍法 有些声音 有些味道 有些所处来给你 通过这种因缘 引发出不可思议的空性的境界 所以第一个 因为真正的这种境界 不是眼耳鼻舌身所得到的 这个原因 还有色等不可知 从对境上面讲的话 按照佛经里面讲 比如说像舍法 我们觉得这个舍法 要么是存在的有的东西 要么是没有的东西 或者是有无二则的东西 或者是非无非有的东西 这样通过四遍来进行揣测 但是实际上 舍法的本体远离一切心论 也超越了凡夫分别念的形式 在这样的境界 说实在佛经当中 经常讲的是不可思议 法界不可思议 智慧不可思议 为什么是不可思议呢 我们凡夫人一般来讲 很难通达的 诗尊知识法 甚深微妙相 好像在《根本慧论》当中讲的吧 说是非顿根所及 事故不与所 佛陀刚开始成就的时候 说这样的甚深微妙法 不是顿根的对境 不是顿根所看见的 因此暂时在显现上 不转法轮 后来通过天人请求之后 再转了转法轮 为什么刚开始显现这样呢 佛陀说明了 一般凡夫人所看到的 所了解的这种法 实际上不是正无甚深空情的境界 因此在这里讲到了 眼儿鼻舌声也好 大家也不要认为自己分别念当中想到 什么都不存在 我已经开悟了 噢 闭着眼睛 眼前什么都见不到的 噢 已经正无了空情 其实眼睛见不到正无空情的话 盲人也经常见不到 耳朵听不到正无空情的话 龙子他也听不到的 没有任何分别念的话 我们在含水的时候 或者说无色解的众生 然后汉塔冬天三个月当中 一般都是没有任何分别念 现在有些猎人把冬天汉塔拿出来 因为他在入顶当中 把肉切成一块一块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直觉 他的那种直觉已经深入这么深的 阿难耶最深的地方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分别念 不要说粗的分别念 你身体切成一块一块的时候 都没有这样的 所以这些并不是一种境界 最主要的一种境界 我们密法里面讲的一样 明空无二的境界 完全通达的时候 自己也是大概知道 现在我还是跟不可思议的境界 与他相同的 自己的心 自己通过一种 像中国里面 所讲到的那样的观察方法也好 或者是密法和其他窍诀当中 所讲到的安住方法来 认识本性的时候 会有所了解的 除此之外 我们用一般的思杀意来寻找 很难得到 所以他这里讲到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说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到 一旦我们的任我执完全断除 法我执断除的时候 像师弟摩威的时候 所有的法我执也是完全没有了 法我执没有了 法我执彻底地已经证悟了 在这个之前 像七弟之前又断除了烦恼障 现前任我 任我 逐渐逐渐 你的无我的智慧现前更圆满 就更圆满 这是一个 然后最后讲到他的舍义 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一个是所断机制 还有能断机制 能断机制通过任我和法我 两方面来讲的 现在能断和所断 作为一个舍义 中介 如是一切知 所知能知凭 无业诸差别 当知如今说 那么我们前面刚刚讲到的 一个是所断的机制 他这里的一切知 是机制的意思 我们前面讲到的 一切知 便知的意思 所以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对名词不同的了解 也很重要的 那么这里也就是说 前面讲到的第三品当中的机制 第三品当中的机制的问题 实际上跟小乘共同的 有所断的机制 也就是叫做违品 我们前面讲的是 任我执和法我执的违品的机制 然后我们大乘不共的 有一个机制 叫做能断 也就是说对治机制 对治机制就是 任我和法我执的智慧 以上所讲到的 一个是所断的机制 一个是能断的机制 能断就是智慧 就是能断除它 对治它的智慧 不说这里 我想说一个 但是不能说 你们聪明的人知道 为什么今天说对治两个字 要知道的什么呢 是无与诸差别的话 无与识子的一切的差别吧 刚才能断和所断的 所有的这些差别 应该是按照《波罗经》 里面所讲到的那样 我们作为后学者 也应该这两个之间的差别要分清楚 而且在分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现观传言论》 其实是自己修的 在自己修的过程当中 也会知道我对空性的执著 任我的执著也好 法无我的执著 其实无我的执著 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需要断除的 哪怕是对佛像的执著和佛塔的执著 包括对积累资粮的这些执著 到最后的时候要去执著的 这些都是统统要断除去的 能断除它的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讲到 证悟甚深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 远离一切的思维 言说的 这种智慧 这种境界 这种境界能断除它的 我们现在在座的人来讲 可能很多人现象上还没有得地 还没有得地的话 我们还是要发愿 很快的时间当中 但愿我通达波罗波罗蜜多 我们有些道友 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在佛像面前 在佛塔面前 自己默默地发愿 对《波罗经》有非常大的信心 我特别希望 很快的时间当中 把《波罗经》里面所讲到的内容 很快很快 在这个座点上 在这个时间当中 依靠我的身体 能现前证悟 特别猛力的 强力的发愿 这样之后 三宝的加持力和自己的发心力 各方面因缘具足的时候 利根者当下有通达的 如果不是利根者的话 将我们的相续一定会转变的 到一定的时候 可能对《波罗经》的这些道理 并不是现在有些智者 最上很会说的 但实际上一点境界 一点感受都是没有的 不会这样的 到最后的时候 你也许嘴巴不太会说的 但是实际上对甚深薄弱 已经吸引着了 甚深薄弱的境界 跟自己的分别念没有很大的出入 逐渐逐渐自己的分别 变成无缘的智慧 无我的境界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好 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把闻思和修行不能分开 我们平时的行为也应该在佛教的一些境界当中 不管你修什么法 经常也是尽量地发愿 尽量地发善心 祈祷很重要 前两天我讲密法的时候 要求大家在莲花生大师面前祈祷 自己自守灌顶 自守灌顶 你如果实在找不到什么其他的上师 我们像开现解脱道 包括上师如意宝的 上师瑜伽的后面不是也有 这其实也是一个简单的 自守灌顶的方法 最后把上师融入无色明点 从头顶融入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跟上师的智慧无二无别 我们每天都是坐一会儿 但是有时候威乐师把那个口敲得啪一声 然后大家就吓一跳 这个声音可能稍微低 不要声音太大了 大家都是在安住 正在上师的智慧跟自己的心融入一别的时候 然后威乐师突然把这个 啪 这不太笑 所以这个时候稍微那个 不然有些入顶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道 这也是一种般若境界 显宗里面这些窍诀 并没有直接地讲 但是密宗和藏传佛教的大德们 通过一种实修的方法来 把般若里面的智慧 就是跟自己的心态融入一体的方法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有一种嗤之以恨的修行 现在临时修行的人都是比较多 但是真正十年 八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一直是用自己同一样的功课 同一样的法本 其实最好不要很多的换来换去 我经常说不要换很多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害怕你们换完了 我们找不到人了 这倒是可能现在人越来越多 佛教徒越来越多 但是对自己来讲 有时候还是不要太复杂了 我们现在有些世间人说 这个人是太化心了 但是现在佛教徒也有很多化心的 可以对自己的信仰 对自己的法门 对自己的修法 不是一心一意的 如果你一心一意地 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不同的境界 比如说 你是众生修金刚萨埵法门 你其他的法门也会修 但是你自己一生当中最重要 我们密宗当中讲到本尊 刚才路上一个人问我 我们可不可以有两个本尊啊 我很想要找两个本尊 你找两个本尊 三个本尊都可以 这个都是没有什么 佛教当中也没有规定 你必须要 这个心转移为一个本尊 如果你有两个本尊 这个本尊不高兴 对你不说话 断绝关系 这个本尊以后很失望 不会有的 但是我们一般人的精力有限 你如果各方面 确实自己对很多本尊有信心的话 也是应该可以的 我们经常讲的是文物百尊 一百个本尊也当你本尊 都是可以的 但是最关键并不是我们 暂时修一段时间又舍弃了 这个在修法过程当中 最好不要的 当然我们有特殊的一些必要 我这次要七天当中修这个法 然后我就专门修这个法 修完了以后 我以后稍微观想一下 这样都是可以的 但一般来讲 我们自己认定的 我众生主要修这个法门 比如说我要修般若法门的话 你两三个月以后就完全放弃了 这样也不是很好的 你要修梁皇城大师的法 你要修文殊菩萨 你要祈祷他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的信仰 最好不要变来变去 我看到很多修行人确实有点 对自己的信仰和修行方面 好像有点 出离心变得太快了 一会儿修这个 好像连三天当中没有什么感应的时候 又开始转一个 又变一个 现在世间人也是这样吧 本来自己的专业是工程建筑 又转到医学方面 又转到教师方面 又转到最后的自己 也是不知道方向 迷迷糊糊的 云土转向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希望在修行过程当中 也应该明白 我刚才在这里主要说的 我们这次学习《现观专论》 虽然可能每天讲的颂词也不太多 而且讲颂词的时候 可能也许有些地方是比较难懂 但是通过薄弱的颂词 能引发出你在人生当中 对薄弱法门的很多执著和问题 逐渐逐渐能解决 就像世间学校里面上的课 也许跟你的专业不一定特别相干 但是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 最后相关的智慧也有所增长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和学习般若也是如此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学习的词 也许跟人生在一起 我们学习的词 也许跟人生在一起 我们学习的词 也许跟人生在一起 我们学习的词 跟人生在一起 想 我们学习的词 也许跟人生在一起 我们学习的词 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